Mentas,今次又来这个MPV Talk 又来到威威电话 我知道你有很多特别的东西 今天有带了什么给你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好,你有没有老花? 我有没有老花? 当然有 我很久了,我其实从四十多岁开始有老花 还有我觉得这期剪片多 对着那个芒多 哇,你们看急剧的下降 急剧的老花 之前都很可以 但你没有近视 我没有近视 人家说近视到老了之后 就没有近视,多了老花 但我两样都高了 因为以前写稿 乌底的头写 都写得久了 眼睛很蒙 出眼水 我真的要好好保养 是的,也是 所以还有我以往没有开近视 现在要老花,要戴眼镜 很不习惯 所以这个也很惨 有什么方法保养呢 有什么方法保养 不是吃蓝莓 大家都这么说 还有有些人说 做了这么一段时间 就去街上看看绿色的东西 如果见一个女生绿色衣服 就看了一点 我感觉 OK 我先学一下 说到如何防止老花 就不要多说了 但如何方便我们有老花的人 去听歌 其实两件事好像没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有时拿起来CD 看不到什么歌名 然后黑胶 到底是A面还是B面呢 因为那些类型都有一些 有些有些 我A、B 为什么印得这么小 还有有一件事 你过往近期的唱片 它的歌名 用了很多美术字 是的 那些字 有些就藏在底色上 是的 你为什么放大镜也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这个也挺困难 很多时候 CD的边 也是写到一些字很小 因为有时你插在CD架 一张一张 如果你玩得久 其实你看到哪里 你都可以拿一张照片 通常是有个名字的 是的 好了 但有个方法 是的 就可以解决老花人去选唱片 选唱片的问题 选唱片的难处 是的 什么 我最近在一些二手店 买了这两批的东西 是什么 我最初看 Magnify Organize Your CD Title With Color 是 想的想不明白 就回到后面看 它只知道是这样而已 没有东西 对 好像书签 我慢慢看到这些细致 原来这几条是放大镜 OK 哦 不如你喜欢哪个颜色 绿色 对 仰眼一点 你开是吗 你开 我开 这个还没开 我两个都还没开 特地卖了回来 我卖了半年了 在开箱 开了开了 拿着CD 这就是黄启光的文乐新奏 是的 是的 刚才有张细致 它的边也有个名字 黄启光文乐新奏 是New Century的出品 其实也算是挺大的 但如果有老花的话 真的放到喜欢慢慢看 我先看看 都勉强看到的 勉强看到的 那试试看这个是怎样的 应该将一碟 还没开过 刮开 是吗 没有力点 你有没有说怎么开 我看到真的可以将这些字放 因为它这个是小的 这个还没拆 看这些字是大了 它有条这些东西 这样 这样 把它开 是 等了 哦 这样 这条白色 是 是胶纸 贴上去 让人们看了这个大小的尺寸 好 大家看到也是这个大小 是 这样 贴上去 我的效果会不会 不知道 你觉得呢 很通的 我觉得还好 好一点一点 看看 我没看过 不是老花是种花 那可以试完 中文的味道 未必有那么多效果 不如试试拿 英文也试试 好 拿回绿色的底底 我放进去 是 因为放太久了 那些胶都不是黏得那么厚 按着它看看 真的好多 是的 原来这个是放英文字的 难怪它是出口给外国人的 哦 真的不错 原来是英文歌才行的 是的 其实真的有用的 而且它分了 我知道它有不同颜色的 这个绿色 这个红色 就算你家里是中文碟也好 其实也可以买来试试 例如男歌手的一颗颜色 对 你喜欢男歌手的红色还是绿色好吗 我应该是女歌手的红色 是吗 不要紧 你知道便可以 可以分开 随便 我听女歌手的 日本人就拔一颗红色 出来听一下 又会有这些产品呢 照顾一下老花人的 真的很好 是的 其实香港不去宣传 其实我认为宣传的话 会卖到一颗颜色 坦白说我卖的时候 有多少钱呢 二手 就是那些亚兰普 5元 如果有这么多条的话 每条收3元 都可以卖到30元 对 买多些回来 在哪里送回来去买 试试 好 好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